好 那我們剛剛提到Copy是獨立的 完全獨立 Instance是全部都是同一個 那Reference是媽媽改 兒子不改 兒子不能改 它是單項連結的 那再來提醒一個東西就是說 雖然說例如說Instance Instance一個改全部都會改 但是注意它改的是什麼 它改的是集合體物件的參數值 參數值會改的 一個改全部都改 但是衛向編輯不會跟著改 什麼叫衛向編輯 例如說老大要去東邊去美國 那個老二要去中國 然後呢 老三要去印度 然後老大在吃漢堡 所以變得很胖 然後又長歪了 然後他在印度就很瘦小 對不對 那你發現這些變來變去是不是他都不改 都只有他自己改而已 對不對 但是呢 大家只要基因一改全部都改 對啊 那什麼叫衛向編輯就是 位置跟形狀 衛向就是位置跟形狀 位置就是位移旋轉縮放 縮放是不是形狀 對不對 衛向編輯不會連動 但是參數會連動 這叫instance 這樣可以理解嗎 所以注意 只要看到出體的 就代表參數會連動 但是也有反過來 反過來是位向編輯連動 一個動 其他跟著動 但是參數沒關係 那個叫link 那個叫這個東西 之後我們提到再說 就是例如說 假設你有卡車 卡車上面有貨物 你當然希望卡車走 貨物跟著走 對吧 那你不會希望說 我卡車也要做一個動畫 輪胎也要做一個動畫 貨物也要做一個動畫 但是大家都只是 從左邊到右邊而已 他不是key下了嗎 所以你當然一個東西動 就全部動嘛 那就反過來 那就是位向編輯 我希望位向編輯連動 但是我不希望參數連動 那就是link 那個之後再提 那這個就是 物件參數 那再來 我們的reference 物件也是一樣的 如果你是參數變 那它是會變的 但是位向編輯 不會影響 你自己看一下